喜讯 喜讯 一场带有致命病毒的暴雨降临于美国 短短几天时间就屠杀了美国将近90%的人口 而这对姐弟在大雨来临时 亲手坑死了自己的母亲 他则和弟弟躲进了安全的地堡 已待就是六年 直到食物耗尽 他才逼不得已穿上防护服 走出了六年没出去过的末日地堡 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六年前死在门口的母亲尸体 但他什么也没找到 尸体早已被野兽叼走 来不及伤心 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找到食物 他走出森林后 雅西看到了一个引路标志 他跟着标志一路来到一所废弃的医院 里面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 甚至有些尸体已经长出了霉菌 显然这里已经沦陷很久 想在这里找到食物是不可能了 他失望的回到地堡告诉弟弟 说附近没有食物只能去更远的地方寻找 他打算带着弟弟离开这个末日地堡 而弟弟强森听后不但不害怕 反而心情十分激动 因为这六年里连看一眼天空都是一种奢侈 姐弟俩准备休息一晚天亮在出发 可他们刚睡下不久 地堡的氧气系统就发出警报 里面的氧气已经严重不足 强森很快醒来 而姐姐因却安逸昏迷了过去 强森立刻拖着昏迷的姐姐往外走 走出地堡后 两人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是强森六年来 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 他趴在地上抓起一把泥土 此时此刻让他有种重生的感觉 就在这时周围出现了几个 守着武器全副武装的人 他们一步步向姐弟俩逼近 原来是这群人故意堵住了通风口 强迫里面的人打开地堡的门 然后用枪威胁他们回去 姐弟俩好不容易出去一次又被赶回了地堡 但这群人并没有伤害他们 原来这群人也是幸存者 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食物 但他们把地堡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食物 因为这里的食物已经被姐弟俩吃完了 一无所获的姐人刚打算离开 雅西大喊大叫的祈求 这群人能放姐弟俩出去 然后拿出平板告诉他们的领头 说别的地方还有地堡 里面有吃不完的食物 领头想靠近仔细检查室 雅西突然把平板电脑摔在地上 然后指着自己的头 意思就是其他地堡的位置 已经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你想知道 你必须得让我们出去 为了食物领头别无选择 只能释放出两人带路去寻找其他地堡 但在路上 一条小小的水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从沟里几具动物尸体可以看出 这里的水已经被病毒污染了 这是一个女人不停劝告想要越过去 可惜还是差了一点 他一脚踩在水中 岸上的同伴都冷漠地 看着在沟里挣扎的女人 女人爬起来刚准备向他们发现两句 但领头的马丁直接给他来了疫情 他们之所以那么冷血无情 才能在这个末世中活到现在 雅西一脸惊讶地问 为什么要杀了这个女人 马丁告诉他 一旦沾上有毒的水 很快就会死去 如果留着他那会感染更多的人 说完然后又开始匆匆赶路了 雅西也目睹过雨水杀死了母亲 所以他也没多说什么 然而当他们准备到达另一个地堡时 弟弟强森却不小心踩到了一个水坑 水中有致命病毒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一旦沾上就是个死字 马丁毫不犹豫地举起枪瞄准强森 雅西赶紧上前挡住了马丁的枪口 说要杀我弟弟先保杀 马丁为了找到食物 不得不给他时间 雅西赶紧让小美戴上防水手套 帮忙看看弟弟是否被弄湿 小美小心翼翼地脱下强森的鞋子 发现他的袜子还是干的 还好穿的是一双防水的靴子 这才让马丁放下武器 雅西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后 在雅西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新的地堡 他通过指纹打开了地堡的门 人们迫不及待地走进去 果然里面摆放的满满一个仓库的食物 对于在末日漂泊了几年的幸存者来说 这无疑就是来到了人间天堂 每个人都打开一袋食物 尽情地吃了下来 这是雅西意外在角落里发现一部充电的手机 上面还有自己和弟弟的照片 这实际上是他父亲的手机 他兴奋地拿着手机给弟弟看 两人赶紧打开手机 查看里面的内容 发现父亲上级发来的一段视频 原来是上级叫他父亲 转移到夏威夷总部开发病毒解药 雅西得知父亲总部的位置后 他计划和弟弟一起去夏威夷寻找父亲 于是他找到马丁 说自己的父亲在夏威夷研发解药 并建议大家一起去夏威夷的安全区 但马丁根本不打算去冒险找安全区 认为这段视频是六年前留下的 不知道现在安全区还存不存在了 雅西见马丁铁了心要留在这里 劝说无国后 无奈之下只能叫弟弟收拾行李 简单拿点食物和水 就带着弟弟走出了地堡 不久后 其他几个同伴来找到马丁 他们以为是马丁将这对姐弟赶出了地堡 即使马丁全力解释 但吉人根本不信他说的话 于是吉人发生了点争执 小美和卷毛以及钢雅妹 决定一起去帮忙姐弟了 剩下马丁和他的兄弟阿伟呆在地堡里 吉人追上姐弟俩后 原本姐弟俩孤独的失忆 变成了欢乐的五人盾 但吉人来到一家汉堡店休息时 小美发现汉堡店外出现了几个人意 吉人顿时感觉不妙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这些家伙显然被食物的味道所吸引 进入汉堡店后 他们疯狂的争夺桌上的食物残障 这些在末日饿了六年的幸存者不是普通人 甚至可以说他们不是人 他们可以为了一点食物互相残杀 然而匆匆逃离的三个人却不小心分开了 当雅西跑出去后 才发现自己一个人落单了 雅西独自走在满地垃圾的街上 被病毒席卷六年后的城市 已经变得满目苍蝇 他焦急的寻找分散的伙伴 当他经过一个通知栏时 发现一个肮脏的小男孩 站在铁门后面盯着他看 雅西看着男孩似乎是一个人 他很难想象一个孩子在末日是如何生活的 看到天空乌云密不快要下雨了 雅西决定到里面躲一下雨 顺便把男孩也拉了进去 天空很快就下起了大雨 这时雅西问男孩的父母去了哪里 而面对雅西的询问他没有回答 而是拿出一盒药片吃了起来 雅西拿着药盒看了看 发现是麻非症痛药 男孩解释说 吃这个会让他的肚子稍微舒服一点 这显然是有长期肌肉引起的胃病 雅西果断的把包里的食物拿出来和男孩交换药片 但下一秒男孩就失去了意识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门口 原来他是男孩的父亲 男子赶紧叫雅西离他儿子眼底 雅西看到父子俩相当可怜 于是又拿出几包食物给他们 男子也好心的提醒他应该尽快离开这里 然后他带着儿子就匆匆走了出去 雅西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但当父子俩刚走出外面 就被一群难民拦住了 看到父子两手里有食物 于是一群难民一拥而上直接冲上去抢锅 一群为了一点食物 不顾父子俩的生死 直接炸开了锅 雅西看到这种情况 吓得他猖狂而逃 殊不知人群中有个难民已经盯上了他 雅西迅速跑回汉堡地 发现其他四个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了 雅西赶紧让大家收拾东西跑路 这是一个难民拿着匕首走了进来 威胁他们交出所有的食物 这一幕也让几人顿时紧张的不知所措 他们争认的是否应该给他食物时 难民一把抓住了强森 用强森来威胁他们交出所有食物 就在这时 难民身后突然出现两个人 是马丁和他兄弟放心不下他们赶来了 马丁用枪指着难民示意他放开男孩 难民见他手里有枪 只能慢慢放开强森 但已经恶疯的难民看到食物哪里会轻易放弃 他迅速刺上了强森的肚子 然后拿着强森的食物仓垮而逃 大家都忙着查看强森的伤势 马丁根本没有时间去追难民 幸运的是 伤口并不是很深 但不及时得到救济的话一样会丧命 马丁简单处理了伤口后 把强森台上购物车推着走 现在他们要做的是尽快找到针线来缝合他的伤口 不久后他们来到一个农舍 但这里似乎并没有生还者 雅西一个接一个的敲着门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但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突然拿着枪 从角落里钻了出来 警告他们几个人立刻离开这里 雅西迅速解释说 他弟弟受了伤需要治疗 他们无意冒犯此地 但在这个末世活下来的人 都有着很强的警惕性 他根本不愿意与陌生人接触 直到马丁将强森带到他面前 女人看着脸色苍白的年轻人 犹豫了一下 最终同意了让他们进来 在女人为强森缝合伤口时 他们才知道这个女人是名医生 伤口缝合后 强森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女医生还热情地倒两杯茶招呼他 但在解人聊天中 女医生得知他们的父亲 在夏威夷研发解药 当雅西说出父亲的名字后 女医生立刻变了一副模样 然后笑着说 还得帮强森打一针破伤风 姐弟俩没有意识到什么 还觉得女医生是个大好人 然后女医生带着姐弟俩 去了她的实验室 来到实验室后 女医生让强森躺在椅子上 然后把她的手脚都绑了起来 说是为了防止她乱动影响打针 雅西突然意识到 情况有点不对劲 但女医生慢慢走到她面前 突然掐住她的脖子摁在墙上 被绑在椅子上的强森也无能为力 很快 雅西就被女医生吊了起来 她父亲究竟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